那現在進來這裡像不像一個隧道 一個樹木形成的天然隧道 然後這裡的樹木其實都是非常高大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一棵樹 大家一直往上看 這棵樹應該還不算是非常高了 但是我看有個20米應該是不成問題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裡 然後我現在不說話 讓大家自己聽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這裡的鳥叫 鳥叫聲非常喧囂齁 所以這裡真的是也是一個鳥類的天堂 然後大家注意看了 前面這裡有兩棵樹 非常的品薄 大家看到沒有這裡一棵 然後這裡有一棵 然後可能我走前面一點 大家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對 然後現在呢 我就要 往上 讓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不清楚 這兩棵樹呢 我看至少有40米高 這是其中的一棵 大家一直往上看 一直一直一直上去到這邊 我看應該是有40米高啊 然後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岔道 就是讓你去探索那個紅樹林 那我們今天也去探索一下吧 這個步道我還沒有走過 我也是第一次走 這個紅樹林呢 是東南亞這邊非常常見的一個樹種 就是一般長在沿海沼澤地帶 那個鹹水跟淡水交接的地方 那紅樹林它的特點是什麼呢 它就是它的這種樹可以過濾鹽分 所以它能生活在海水裡面 但是呢 紅樹林呢 在東南亞這一邊呢 就是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面 其實也是受到城市發展的影響 已經大量的消失 那在新加坡這裡呢 就是還非常可貴的保留了一線 那最著名的就是那個雙溪部落自然公園 那裡呢就是新加坡最大的紅樹林保護區 那海軍部公園呢 其實以那個雙溪部落公園不是說太遠 所以這裡呢也有一些紅樹林 但是這裡的紅樹林很明顯就是沒有雙溪部落的那個 那麼多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條小溪 在這裡緩緩地流過 然後旁邊呢 有竹子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假如是在古代文人的場景 設置下呢 就是有修竹 有流水 那就是已經是一個非常美妙的環境了 雖然說這個流水是只是這樣小小的流水 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聽說過要做取淨流商啊 就是說 古人 將那個酒杯 裝了酒 然後放在這個溪水 讓上 讓那個那個酒杯呢就會浮在溪水上 隨著水流 而下 那那些文人們呢就會 坐在這個小溪邊 然後想喝的時候 就從溪裡面 拿起一杯酒 就來喝 那大家可能聽說過那個藍亭集序 王羲之的 那就是這種 文人們集會的 一場盛事了 好 我們繼續走 那 今天這個環境呢 其實是非常舒服 哦 然後我們看一下 在遠處呢 還有一個 那個 非常小的瀑布 也可能是一個那個水 水稻的出水口吧 然後 這裡呢 就是那個 紅樹林 大家看到這些 很多是那個 紅樹林的 氣根 然後我們看到 這些紅樹林 都是長在那個 水裡的 然後它那個氣根呢 就是 幫助它 過濾鹽分 也是在它 讓它在 被水 淹沒的時候 可以 保持 它呼吸的 一種機制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那這裡就有 一個簡單的介紹 然後看來這裡還是有 很多 除了植物之外 還有很多動物 那我們看到這個 Long Tail Market OK 這個呢 就是那個 腸尾彌猴 大家假如有 看過西遊記的話 就會知道 在西遊記裡面 有一隻 六耳彌猴 跟孫悟空 打的 不分 上下 最後要靠 如來佛 親自出馬 才將這隻 六耳彌猴 收服了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就是那個 這種 紅樹的 氣根 那氣根 也分很多種 好像這種 這樣子分岔下來 其實它這種呢 是屬於 用於 支撐 這棵紅樹的 氣根 然後它還有一些 氣根呢 是用於 呼吸用的 然後 我們去 看一下 可以看到那個 紅樹的 葉子嗎 因為 有些紅樹的 葉子上面 是可以看到那個 鹽的結晶的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近距離的看到這種 紅樹的 樹葉 但是因為昨天 下過雨的原因 這個 葉子上面都是 水 所以呢 就 即使是它上面 有那個 鹽的結晶 我們也看不到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 紅樹林 紅樹的 樹葉的結構 好 我們 繼續往前走 大家看一下 這裡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是不是非常的 舒服 然後 它這個 步道呢 是穿透的 可以看到 下面的 水 然後這裡呢 旁邊呢 就是這種 非常自然的 環境 那這些其實是屬於 沼澤地 它 就是說 會有 漲潮 也會有 退潮的 那這個地方呢 也是拍 人物寫真的好地方 可惜 我沒有找到一個好的 模特 你看這些地方 是不是 非常的 有 自然的 野區 好 我們繼續走 我相信應該 我們快要走完了 這個 紅樹林的這個步道 這裡的 環境保護得非常好啊 你看那些樹 都可以非常自然地生長 然後都開始 有點跟人搶到了 然後 好 這個紅樹林步道呢 就到這裡結束了 這就是 海軍部公園裡面的 紅樹林步道 大家有 時間的話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裡 體驗一下 非常不錯的一個 體驗 好 這個視頻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